他其中有一个解释就是说 关于那个尸体去买账 他说我特别强调我不知道 他就说可能是尸体太多来不及烧 可能是回家账 我不知道 你作为一个评论员 你是让大家更知道 你凭什么上去说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的话你上来干嘛 台湾时事评论员李正浩 日前在时事节目上针对大马疫情发言 由于言论有欠真实 遭到大马网民围教 同样身为时事评论员的孙天美 就认为对方失职 也没有尊重我国 时事评论员我们最主要的任务 是让大家更加了解 新闻报道的资讯的背后的 多元化的角度 甚至更进一步的引导 大家去思考所有的可能性 可是他现在是错误的提供讯息 连到底马来西亚 多少人这么简单的东西 他都没有查证 所以他这种做法其实说真的 在新闻评论上他已经违反了他作为一个 评论人应该做的东西 我们都说不要做假新闻 可是他的这种的做法 反而就是说 广泛的让错误的言论 传到全世界去 这个跟假新闻其实并没有什么不一样的东西 他之后有在他的脸书有发了原 就还原他当时候讲的原话 然后又试图去解释 你是觉得说怎么样 我是觉得他讲的非常的勉强 而且都是我们可以看到后来他有提他查证的过程 其实我们看到就是说他找的是一个外国的网站 传的一些视频 那为什么你要评论马来西亚 你不看马来西亚的网站呢 而且马来西亚还有中文网站 中文新闻网 如果你的英文是不好的话 你还有中文新闻网可以看 那你英文很好的话 马来西亚更多英文的新闻网可以看 你为什么偏偏要看不是马来西亚的东西呢 那么你就认为只要在网路上的东西都是真的 那就跟我们的ante uncle一样 只要就是一些ante uncle只要是网上传的就是真的 我们就常常说有长辈文有没有 那他这样子做跟他还是专业吧 他全部都没有真正去理解啊 我觉得这一次的错误言论其实他影响很大 因为如果我们看YouTube的话 关键时刻他的subscriber 他的订户有两百万 他每一支影片起码都是几十万人在看 那你这个散播你的讯息 你引起的不是只是台湾人 有错误的讯息接收 你还是导致全世界的华人看你的节目都有错误的理解 台湾还是有很多非常的专业的新闻节目 或者新闻台 但是有一些 他们有时候就是 没有真正去了解那个状况 他展现的就是对这个国家的不尊重 还有就是轻忽 可是李正浩这一次呢 他的解释 我觉得就是你们太轻忽了 你们不尊重一个国家 无论它是不是一个小国或者一个大国 它始终是一个国家 你们要讲识识识 因为你们在做新闻 对不对 他不会为因为 阅读人 感谢观看